经国不让须眉记录股茶区2016冬茶比赛 产生两位女茶农特等奖后 南投县茶商工会冬茶比赛 也由民间相女茶农欧币姓荣灯茶王宝座 她表示细心耐心占上优势 加上以自然农法管理 让土地获得更好的照顾与滋养 南投县茶商工会冬片茶特等奖 今年由民间相女茶农欧币姓荷德 她指出制备好茶要有天时地利等多元因素 从茶园管理、采收、微调发酵、农泥搅拌 纸杯茶每一环节都不能省失 大部分的男人他喝的茶都会喝得更厚的茶 如果厚茶冬片茶有一些男生会被它被它很厉害 这一次我们的比赛茶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不要把茶叶毁得太厉害 毁得太厉害有回馈 那就失去冬面茶的特色 所以这回我们就是用给温 用低温烘焙的方法 民间茶园已常年使用化学肥料 导致土壤严重酸化 以缺乏土味 欧病新的老公李正生 大学主修食品营养系 深信土壤修养的价值与必要 茶园戳出可见 风飞蝶舞 那我就是用我台牌做了面包屑 然后做蛋糕的时候 蛋黄 蛋白 一些牛奶 剩余的我就把它拿来 用放生菌培养放生菌 然后灌溉土壤这样子 然后慢慢的 虽然没有很快 但是慢慢的土壤就会改善 那从茶叶的香气就可以闻得出来 它已经有改善的感觉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有研究出来 益达安是会伤害蜜蜂的 那这个药我们就不要用 该听政府的话还是要听啦 那这样子茶的品质也比较不会 就是有农药残留的问题这样子 欧病新说 平家喜欢自己动手盆栏的他 也拥有烘焙面包经验及症状 应用于被茶确实有加分效果 他强调茶叶被茶过程中 表面蒸发与内部渗透 弄得起的平衡就能制作出好茶 茶叶烘焙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干燥 干燥它有两个原理 第一个就是表面的蒸发跟内部的渗透 两者如果把它可以让它平均平衡的话 那就是高手的 跟我们做面包烘焙一样 所以烘焙跟烘焙面包蛋糕跟焙茶原理是一样的 一定要让它足够的干燥 中低海拔的冬片茶具有独特的香气 茶糖甘甜滑水顺口等多多特色 1月7号颁奖展售当天 欧病新也要免费分享茶碗手工饼干 欢迎大家来吃好茶